好,我們來解這個不等式 那我兩邊給它平方 這平方的話就是說 5x加3的平方 因為它是正的嘛 比它平方也是正的 然後這個平方以後移過來 減掉7的平方 這是小0 那A平方減B平方 就是5x加3-7 那乘以5x加3加7 這是小0 那這個是5x 減掉4 那這5x加上10 小1 我兩邊給它除以10的話 這個就是 就是兩邊先除以5 先除以5就是x減掉 5分之4 然後再除以5 再除以5的話就是x加2 這個除以5的話就是x減掉5分之4 這個除以5的話就是x加2 那0除以5還是0 所以小了0 好,那這樣的話呢 那我們就看看它在哪個範圍裡面 當x等於x加2 等於0 這是0 這是0 那5分之4 這也是0 這正負正 你x帶這裡 這個區域的那個數值的話 這個大0 這個大0 所以是正的 那你帶這個數值的話 這個帶進去小0 這個帶進去大0 所以一層的話是小0 那它因為是小0 那它因為是小0 所以是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裡面的數值帶進去 都滿足這個方程式 所以它的解的話 我們就x小多少呢 5分之4 大0 大0 那這個就是答案